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关心今天这个农业企丧 我们今天的天气感到是 今天的问题是 今天北部当北部地区 混乱稍微看多 明天在一起 跟今天也是同样 稍微小 最主要就是 我们西半部地区 西北部地区 微弱的这个北风的环境 所以北部当北部 可能这个混乱稍微看得比较多 但大部分来说 这个天气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越往中南部地区 天气是越晴朗稳定 也就是说下雨的几率也会越低 另外就是 我们西半部地区 都要稍微看 就是这个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在日期的时候 相同是稳弱 在暗时跟这个 假面的早餐相同是更凉 我们的冬波的位置 最主要是 曬冬风至短冬风 混乱稍微看得比较多 有这个北山的局部的准候 另外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提供的资讯 就是说我们这个农事所 有这个新的资讯就是说 江苗在连续 这个连作的情况之下 容易有软腐病这些病害来发生 那么农事所以这个 无病原污染的江苗 那么结合这个带耕 还有土壤的消毒管理方式 可以免去去 这个江农去寻找新的江田的问题 连作意思就是说 同一块土地说 连去耕作的话 可能就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发生 所以新的技术 可以让我们的江农们 不用再去说 有这个寻找新的江田的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 这个日益温差比较大的 温差较大 导致湿度偏高 在晚上的时候 湿度会比较高一点 像是葱或是蒜类做 容易发生止斑病 要提醒农民朋友们 注意田间的状况 掌握防治的先机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天气的部分 我们未来几天 我们台湾同样是想着 这头重的影响最主要是说 这个高西要往东边移动过来 高压中心 目前在这个日本南方 往东方 往东边延伸的整个海面上 我们台湾的话 在它这个西南侧的这个地方 所以是有点偏东风到东南风 但是北方有些北风下来 所以银封面 北部东北部云量稍微偏多 东南部的话 荣有短暗阵雨 往中南部 天气是越稳定的 降雨机率也越低 那么到这个礼拜五的话 是类似的情况 阿蘇罗队就是在 拜达的时候 礼拜六的白天 也是类似的情况 以偏东风为主 各地降雨机率还是比较偏低 只有东南部有局部 零星短暂阵阵雨 但在这个礼拜六的 就是暗时到礼拜的时候 下一波风面云气 会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 而且在礼拜一礼拜二时候 还会受到 北方的这个东北风增响 还有冷空气的影响 那么目前看起来 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会从礼拜天开始 持续影响到 大概礼拜二左右 所以要特别来注意 在礼拜的时候 都不能说有这个漏洞 但是目前看起来 可能主要下雨范围 是北部跟东北部 跟东部地区 中南部还是一样 降雨机率是比较偏低 那么冷空气的影响 大概会持续到 礼拜二之前 所以这几天 都是比较温暖的这个温度 但是礼拜一礼拜二的话 甚至礼拜天开始 温度就会明显的 这个往下降 要特别注意 这整个温差的变化 那看一下降雨的范围的话 最主要就是因为 以封面地区东半部 要注意局部 连行短暂的阵雨 那么跟前几天 是稍微有点不同 就是目前看起来 降雨的讯号 局部地区可能会 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东半部容易有 局部的短暂的阵雨 甚至要特别注意 可能局部地区 会有稍微比较明显的 这个雨势 那么礼拜天的话 在礼拜 其实运于这个 封面运行来下 所以北部东北部 降雨机率也会提高 但是中南部 目前看起来 也仍然都是不太会下雨 所以提起大家 或是同样要节日用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浪击起来 上南明仔仔祝财 字幕提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杨茜茜